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2016年9月30日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国狩猎新能源悬挂式空中列车在成都 成功组装进入全面实测阶段 力争尽早投入商业运营 空铁及悬挂式空中单轨交通系统与地铁和有轨电车不同 空铁的轨道在上方是悬挂在空中轨道上运行的一种轨道交通 2015年中唐空铁集团率先提出以新能源为牵引动力 对国内外成熟的轨道交通进行知识创新 形成一个全新的公共交通模式 这是空铁的理论基础 经过国内各大科研制造单位的鼎立合作 最终成为世界首创的空中铁路 作为我国首先提出并建造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轨道交通方式 我国空铁与传统的轨道相比 主要有以下优点 一、采用新能源动力 中国空铁采用锂电池提供动力 相比传统的高电压、内燃机动力方式 体现了新能源节能、绿色的特点 新能源动力作为未来交通工具 动力发展的主要方式 环境方面优点自不必多说 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汽车大国 分别推出本国新售燃油汽车时间表 越早进入新能源 越能掌握将来交通产业发展的脉搏 可谓一举两得 二、建筑成本低廉 空中铁路平均每公里工程造价在0.8到1亿元之间 是地铁造价的五分之一左右 由于空铁本身建筑结构简单 所以其造型施工简单快捷 整个空铁系统建筑周期只要半年到一年 相对于其他轨道交通 空铁拥有不可比拟的性价比 准备 第二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